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抵法师在年轻时曾到新影寺寻求智慧 以见习僧人的身份在寺庙里学习高僧们的苦行和冥想 但好景不长 死亡之城的王者大军为了消灭世间的一切信仰 向新影寺发起敬意 僧侣们没能抵挡住敌人的强大攻势 甚至有些人刚刚从冥想中醒来 认为眼前的敌人不过是干扰冥想的幻象 以至于没能够做出任何抵抗 敌法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崇敬的僧人们一个个死去 紧接着又被邪恶的魔法复活 成为了王者大军的义者 向曾经的圣地举起屠刀 他只能带着寺里的教义卷轴仓皇逃跑 自此便对魔法深入图 若干年后 卑梅城的管理者想要治理一下城中那些肆意妄为的恶法 找来了三十一位强大的法师成立了平义团 一旦有法师赶在城中违反平义团制定的魔法使用规定 就会被送去泰勒庭院 这座专门为法师们定制的监狱 看管这些法师囚徒的 正是擅长沉默魔法的沉默术士懦崇 但是被平定为有罪的法师们 可不会乖乖束手就擒自己到监狱报到 于是沉默术士就找到了敌法师 想让他来负责抓捕法师的任务 毕竟此时的敌法师已经将新隐私的技法 加以改良和潜心修炼 拥有了对抗魔法的出色能力 起初说服敌法师加入泰勒庭院并不容易 因为他觉得将法师们扭送到监狱完全是多此一举 他更牵向于将他们就地正法 不过也许是因为敌法师真的巴不得法师们都不得善终 他最终还是同意加入的 而因为他对逮捕法师这份工作的热衷 令沉默术士十分满意 泰勒庭院最终变成了由二位共同执掌 领所有法师都闻分丧胆的法师监狱 在当前版本的游戏里 有两件我们熟悉的四级中立道具 正是从这段故事中产生的 一件是新隐私僧佩戴的简朴短帽 能通过他们擅长的冥想来增加自己的状态抗袭 一件是行屋之祸 纯正的泰勒庄园血统 无论是主动使用的驱散魔法效果 或是根据被攻击者的最大魔法值造成额外伤害 都是为了克制法师们而量身定做的 好了 二号故事档案就先为你们说到这里 我是故事收藏家Aro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